统开发经验 集合客户体验 是 24-7 access to diverse global markets right here That's why I added stock index futures to my trading strategy Now when I see ups and downs coming I'm ready Well played 好了 大家好 今天是6月6日 回到CME全力支持的图表战斗员时间 今天市场不动 你看到671亿成交 7、8亿都没有 今天是在做什么呢 市场在做梦 今天是开高了 但是A股跌落了 A股跌落了 跌穿早前的岩石底 2003多跌穿了 但是港股不太跟 反而跟尾期 美期就发癲了 又是星期二这样说 向左走 向右走 一边拉你升 一边拉你跌 那我们就放假了 但是呢 人家就没有价放了 那我们先看看数据 那印度 没有 吓得我 我以为印度也减息 没有啊 等下卡尼说话 今晚就欧洲央行 欧洲央行 有些重要事跟大家说一下 昨晚出了个小飞龙 小飞龙在数字上 或者我昨天做的节目都跟大家说过 它美国的数据如无以外都会出得差 你准备出得差 否则的话支持不了鲍威尔 早两天所说会有机会减息 去刺激的经济 那你看到昨天的小飞龙 出在27,000 科加是18万 上次是27万 这个是9年以来的新低 这个叫做小飞龙私人就业数据 那我们看看 未来星期五的大飞龙会是怎样 但是昨晚出了个 5月份那个 Long Manufacturing PMI 就出得好的 相对出得好的 出了56.9 油库存有 又是做法好 油库存 但是油跌了下去 那我们再看 那有什么数据呢 今晚卡尼说话 我觉得应该 都是说那些脱欧的东西 对英国央行会是怎样 英国会不会 因为英国就特别一点 英国就继续QE的 一路有QE 一路会有加息 QE都没拔走 那再看 GDP Q1来的 已经过了时 那今晚 欧洲央行议息 那它维持利率不变 因为它没有负利率 那它已经没有息了 那它叫做量化 它叫买债券 就没有了 停了了 12月 那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看看它 要看的 今晚8点半 要看看 德拉吉说什么 对于全球的经济开始下行 你见到纽西兰央行 澳洲央行 减息 减息周期开始 那欧洲央行怎么做呢 因为它没有息减 那难道它又QE 是不是 它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要去看看 没有特别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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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今晚的数据会是怎样 要看卡尼说话 要看卡尼说话 接着就没有了 明天 明天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香港 中国 都是端午节 但是明天就有大数据 月头的第一个星期五 每逢月头 第一个星期五 就会出什么呢 非农就业人数 现在Forecast是18万5万 上次是26万3万 失业率是3.6% 它会不会出个很差的数据 而刺激市场 就是去证明 鲍威尔说减息呢 那我们就看了 那很差的数据 说减息 如果是减息的 那市场有多差呢 是不是回到九年新低呢 我不知道它有多少 但是如果它说到很差 小心危险的地方是什么呢 那个市场不是 购买你数据 减息刺激经济 是购买你 经济差 但是在现在这刻就不是的 但是对于股市来说 你见到美股 叫做逼了上去 其实有少少超级的 美股 叫做冲了上去 但是美股冲上去的主要原因 就是好像 很兴高采烈 市场就是 减息了又放水了 放水了 市场就好了 美股就是这样看 但是 A股呢 就炒你经济差 世界就不同了 调一边 就是调一边 那我们看看黄金 你看到黄金一口气抽上去 上个星期 5月30号 这个6月抽得厉害 由5月31号开始 6月份 基本上最后两天 当时是做1275 抽到昨天 1344元 抽了60 70元 70元 这么厉害 一次过 123456 抽了几个月的跌幅 一次过 上来 现在在做1336 技术上是要继续向上看的 向上看 当然是看年初的高位 2月20号 最高是1346 昨天都差一点 1344 再推上去 就是1353 现在的位置 这个就大位了 说过很多次 这个就超级大了 这个位置 这个是自从2014年的顶 一路上到顶 一路见到一条紫色线 大家看到了 你用周线去看看 给大家看清楚 你一见到 去到顶 是2014年 2014年3月 一撞了顶 就回落了 一撞了顶 就回落了 现在上面的 引伸阻力 大概要数到1353至55元中间 大概在这些位置 看看可不可以推上去 去到上面 可不可以突破再上顶 有些人会问 sir 怎样为止破了 技术上我们需要它 整个星期 over在这上面 甚至乎要高过前顶 之前比较高的顶 是1365 这个是1366 要突破这个顶 站到上面 多数星期可以收到在上面 只要那个星期收到在上面 理论上我们是要再进一步买 再进一步 询回得下来 一回来你可以做止蚀 就容易做的 等它突破 突破再继续向上 那 那只银也是 你看到这只银 昨天冲到上15元 刚刚15元 被人打回来 但今天也还有力 14.93800 它也是 只银破位之后继续向上 那只银油 又富全增加 那油价自然跌下去 你看到油价 顺着早前的跌势 继续跌下去 跌到50.06 现在轻微弹上52元 那我觉得这油价就开始喘定了 那它也算是跌得多的 在近三个星期 你看看 三个星期前 正在做63.81 砰砰砰砰 全部跌下来 这个66.6大家都记得了 就是特朗普制裁伊朗 去说伊朗的问题 令到油价曾经上过66.6 然后就反复向下跌 跌到下来 这些位置会不会 因为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1月份的时候 今年全年的低位 还低一点 1月1月7号 还低一点 未到全年低位 但是你看到 在1月的周线底部 大概在这些位置 50元 心理关系也是重要的 看看在这些地方 会不会喘定 喘定之后 做一个支持 然后做反复 调整一下 然后再继续向下跌 好了 那美国会有机会减息 但是 大家要清楚 清楚一件事就是 鲍威尔暗示会减息 市场预计会减息 当然利率期货 叫做反映了出来 但是事实是未减息 究竟是6月 7月 8月 9月 还是什么时候 我们就去看 接下来最近的 最近的 在这里看下 开出来给大家看 接下来最近的 议息会议 看看下来 这里可以看的 接下来最近的 FAT议息会议 是6月19日 我们看看6月19日 会说些什么 这就是关键 现在只不过是6月6日 再过多个礼拜 我们就看下 FAT会不会 会有 息口 会不会有什么改变 但是我们可以留意到一件事 留意到 美金推不下 始终都是有息口 始终都是有息的吸引 昨天推到下来 96.65 那些数据差了 小飞龙出得差了 但是美金因为短时间跌得多 技术性的反弹出现了 反弹上97.3 但现在也是反复偏远的 相对地 美汇指数是远的 要等到它真的要确定减息 开始减息的周期 因为市场都会预计 它会有机会在2019年 很讽刺 真的是 такое说 年初 年初的说是会有机会加息 去年年尾讲加息 今年年初计价 今年6月准备说减息 其实世界转得很快 我们去看看外汇 外汇都变得很紧要 你看到Youtube今晚先开出来 先看$1.000 $1.000反复偏远 你自己可以这样说 美元偏远 它会有机会减息 预计会减息半厘 今年2019年 半年之内会减息半厘 减息半厘当然是对美元不利的 再加上其实股市也不一样 如果经济持续弱的话 如果股市上不了 那些carry trade都会有机会拆盘 而令到$1.000继续向下沉 它今个星期也跌得多 107.8.12 明天出了浪番paywall会是怎样 外汇方面绝对明天的数据是怎样 影响的 如果它真的出得很差 美金会继续散下去 其他非美货币会有机会上升 但是你也看到 Ulo自己不删性 最厉害到$1.1306又跌回来 看看今晚德拉吉会说些什么 如果它又偏夹 或是斗偏夹的话 其实Ulo也是会散下去 美金又会被它顶回来 因为是相对的 这个截57点多 对于美汇指数来说 要看今晚德拉吉说些什么 如果它真的到它又放甲了 那Ulo就会跌下去 美金自然抽上来 英镑又是弱 斗弱 你看一下英镑 英镑昨天抽到127.44 127.44 就是上星期的顶 它V到上去 又撞了顶 撞了20天 向平均按下来 开始锁住了 不过说真的 你看回英国 看看一会儿卡尼会说些什么 但对于英镑暂时来说 你都算是上升乏力的 就算在这一天 5月21日 Tewisa May还未辞职之前 曾经扔过一个方案出来 就是说再公投 但市场拒绝它 最厉害到128.14 上到128.14 然后跌回来 似乎128.14都难上 技术面上都是弱的 澳纽是怎样的 澳纽其实澳纽都不厉害 澳纽都不厉害 只不过在短线来说 是星期一、二、三 抽好上去 昨天冲完上去 然后跌回来 始终也是 因为市场除了一看 某方面都会去看 经济出现问题 而令到美国联储局 需要减息 所以令到澳洲 一经济一差 澳纽就差了 你们可以留意一下 其实如果大家去看 这些跌得这么急 是2008年 很多人都说 2008年之后 印银纸的美金贬值 那就是其他东西会升 对不起了 你看看澳洲 2008年 当时是0.9567 一口气跌至9月 跌至0.65 0.9几 跌至0.65 为什么呢 因为金融海啸 才跌下来 然后慢慢爬上去 就是因为QE 因为QE 差的话 那你怎么轮到 这些货币上去呢 它宁愿贬自己值 你看到 纽西兰 都是今个星期做了一个反弹 问题就是 能不能够持续向上 会不会是因为 因为美金偏远 纽西兰的经济 不是太差 自己本身不是太差 而有人去购买纽西兰 因为不能减息 不能减息 因为他在做离半 你自己去查一下 纽西兰多久 未做过这些水位 这些息口 那我去看看DollarCAN DollarCAN DollarCAN DollarCAN是什么呢 它就叫做反复 反复偏远 今次就没什么力 上回到1.2 1.34 跌到1.33 上回到1.34 当然它仍然是横行winter 下来都是这样 135 下来134 下来133 下来134 下来都是134 但是在走势上 你只可以说它横行 暂时不要炒 不如快快去看看美股 美股 哇 直接瘋了 你看到纳指 纳指 今个星期最低 跌到6.941 昨天和大家说 它会反弹 反弹到哪 纳指我们预计会高一点 纳指会预计高一点 20% moving average 大概是7.338 现在在做7.252 不如它冲上去 完成 再冲高一点 上个星期它都高 上个星期的顶 7.371 如果我建议去做 不如等一等 找个高点位 你用7.331来做止蝎 如果你破到7.331 即是穿头破脚 那你怎么穿头破脚 不会穿头破脚 不应该穿头破脚 除非你不是减短跌 除非你减半厘 除非你减半厘 但是减半厘 只是经济差 那你又怎么升呢 所以在技术面上 暂时来说 7.371应该是不能出现的 今日这两天 就算明天出什么模式 都好 7.371出现不了 那我们步下高位 可以尝试跟随这个跌势 这个纯粹是一个反弹 但我暂时都叫做反弹 除非今个星期 淡了三天 明天持续保持 今个星期扭了上去 下星期一下咬腰 再继续上去 这个不是反弹 这个是升 今个星期你还可以说 一星期反弹 跌了四个星期 回回一个星期 合理的 但是你说 如果跌了四个星期 回回两个星期 那就不合理了 下星期不可以上升 如果是反弹 下星期就不可以上升 看看DAL DAL都离开了 你看到 下跌24610 24610之后 又抽到1000点 哇 DAL 你看到现在在做25620 上个星期最高 做到25717 我也是这样看的 在技术面上 你一支大棍跌 一支大棍升 你可以令到它还行 但是你可不可以 扭回上去呢 一次过扭回上去 我暂时不太相信 我暂时不相信 除非现在这样站 去到明天出个数据 又不失市场看法 市场看减息的程度 比经济衰退的程度 令到DAL 继续进一步向上 不怕 可以救回 好像QE那样 一减息就无敌 可以继续上升 那没办法 你顶它上去 再衝上去 下星期再承接一支羊烛 不可以看错了 看错了 这个顶不是顶 那就有机会继续上升 但是现在暂时来说 我们去到这一刻 来到这一刻 做着25620 我们仍可以当它是反弹 仍可以当它是反弹 至于S&P 我们去看看S&P S&P上个星期 做到多少呢 今天最高做到236.38 现在做着234 它上个星期最高 都是做到241 究竟有没有能力再进一步向上 是否可以再继续完整整 直接穿头破脚 扭上去 都是要看这两天 要看看可不可以上去 我有些保留 不过有些位置 给大家去看看 既然你再继续上去 我们都要看看241 可不可以上去 上个星期最高 就是241 冲得穿的话 那你就穿头破脚 穿头破脚 就会很劲 下星期一摘上去 不用想 即买就是这样 但如果它冲不穿 说什么都没用 这个星期 只不过是过去五个星期 下来的反弹 就是这样 是强力反弹的了 是强力反弹的了 但是 这个是美股 但是是不是升呢 这个是后话了 就要看它明天的数据 看看下星期可不可以再进一步向上 好了 关注一下 资商所微信公众号 好吗 我们回去看看阿耶 今天好天气 好了 回来了 671亿港股 A股是怎样的 昨天和今天都跟大家说 这些东西是不行的 阿耶真的没力 阿耶是脚远的 从星期一开始 开始上不了 上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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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上星期一 星期一 因为碰了200-300 这个是什么岩石底 这里做了一个底 5月10日 200-300 这里做了一个底 5月20日 200-300 这里做了一个底 上星期一 5月20日 做了200-300 然后三口都是这样 一口气扭上去 但是我都跟大家说过 这个楼上去是不漂亮的 因为它不能够承接 最好抽到去哪 抽到去2934 讲坏点 这里抽上去 抽到去2941 再给你再出力 抽到去2956 你看到抽不起 抽不起之后 在上星期 你就发现它慢慢跌下来 一直都跟大家说 A股不行 阿爷真是没力 阿爷真是没力 好了 今天跌穿 跌穿之后 有预期 应该 它也放假 它也有端午节 它也要屈原 它也要 你看到 整个小时 一二三四五 跌了五星期 抽回一个星期 然后又开始再跌 在走势上 其实市场 反而信一样东西 相信A股会有机会继续跌 就是因为经济问题 现在下面的主要支持位 大概如果数下去 就是200天线 和250天线 你看到下面 如果你要计 下面的位 大概是2802 和2780 这个位 看看它下星期 回到来 会不会再继续下去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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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的样子 继续跌下去 现在下来 究竟会否做到支持 我今天下午做节目 都和大家说 我希望它有机会 再进一步向下跌 不如快快快去跌 你什么岩石底 什么钻石底 什么底 没用的 全部跌下去 跌到差不多 它就会有人买了 千万不要出去 国家队走来干预 千万不要 让它跌下去 不如跌下去 让它继续跌下去 让市场走回合理价位 自然它就不跌了 至于港股是怎么样 港股呢 今天是奇怪 怎样奇怪呢 今天其实它是开高了 开26935 但是它就不跟阿爷 你看到A股 整个A股跌下去 但是港股今天不是 收26965 如果和今天的现货价 比收了三十几点 和今天的收市价 升了69点 你看到今天是升 A股是跌 今天就不跟A股 那当然 你看到今天是很窄的 昨天的低位没有穿 昨天低位做到2680多 它今天都没有穿 没有穿到 那不要说昨天高位 昨天高位一开 就是高位 就是十天线 那好了 今天礼拜四 锁住在这里 明天就放假 你看到 今个星期 轻微叫做顶倒 今个星期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今个星期 是6月3日起步 6月3日 就是月头起步 月头起步 是26909 暂时这个月 去到现在 这一刻都还顶到 是否这个月 会有机会 喘息 或者叫做 缓和 早前5月 由30080 5月3日 一次浪翻批污 之后 一次跌落 几千点 终于停下 我不是滑升 只不过市场是否会在这些地方停下 但问题是明天 浪翻批污 又有假期 所以我今天也和大家 下午 五间直击 我都和大家去说 12点多钟的时候 我都和大家去说 市场 其实今天 day trade就没得做了 上又不是 下又不是 正常来说 我们应该制定一个策略 部署究竟 假期是如何 大家要知道 端午节其实很危险 这个就是端午节 2018年6月15日 当日收市端午节 收市30309 接着一开出来 一开出来 端午节之后 一开就299999 最高30012 就没有了 跌到24540 这个就是2018年的 2018年端午节打后 好了 来到这一刻 我们现在看到了 现在端午节 我就不知开回来会是怎样 又要过浪 但是我们 无论是怎样都好 无论市场上升还是跌都好 但是我们可以有策略去保护自己 我今天都 现在说也没用 你们都过了 今天下午有看就说一下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们如果有期货的 今晚去到1点钟 收市做期指的 尤其是用我们民众的 期货王 你都可以炒到1点钟 那么期货王炒到1点钟 你放个止蝎 都是expire的 没有用的 都会等到下星期一 那么你不能说中间止蝎 明天都没事 明天的世界末日 都不关你事 如果你叫了你也是 你也是死的 是入育的 你期指是入育的 所以今晚去制定你自己的期指 那个仓要小心点 我就会觉得 你可以用一些期权来做对冲 因为有期权的 用期权对冲 即使有期权的 你自己去计算对数 锁住了它 那么好过去没有风险 我经常都说 我们没有必要去和市场 去黎章摔角的 我们不用赌 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去赌 那看它回来会是怎样 因为尤其是我们做期货的 我们还有美期 明天还有新加坡 明天只有A股和港股 明天有美国的 明天有日本的 全世界在这里移动的 但是我们中国和香港不移动 明天是断不折 就是这样 明天可能被人做世界的 不奇怪的 所以你们自己控制一下自己的头串 我们所谓的头串 你自己的盘控制好 明天晚上还有浪花 看看各指 各指是弱 各指是弱 因为它很跟A股 你看到弹也弹不起 虽然落到下面低位 缩回来10334 但是还是偏远 看看下星期 暂时来说105上不了 105上不了 反弹未出 上得穿105 我们去做反弹 但是上不穿105 我们继续向下看 现在105就是分界线 很清楚的 上个星期最高都是105 今个星期想硬 怎么硬 昨天最高都是10457 上不了 现在继续跌下去 看看股票 那些股票 那些股票都可以 你们应该如无以外 我的粉丝都会有 跟我下午的五间直击 你看五间直击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 怎样去部署 那些盘是怎样的 好了 看看788 5G是否发商用牌 令到好像有消息出来之后 你看到 昨天都跟大家说 788 207 2.07 你抽不穿的 这个2.07 就是因为5月15日 如果我们要挡它 冲上来 是因为这条50天线 还未站得稳 而有机会跟随这个跌势 今天结果最高 202 203 又跌了下来 好了 后市会是怎样的 我相信暂时来说 都是上不了 都是上不了 看走势上面 都是上不了 我不管你发什么牌 在技术面上 这幅图是上不了 但是怎样才能上到 如果这幅图 后市是有机会上的话 它应该在这里揣定 星期一是站稳 冲破50天 收回高 然后下一棵再上 那我们就可以冲上去 但在现在这一刻 望到这一刻 都是一般的 好了 看看1299 是吗 印度真的减了息 我没看 刚才有减吗 印度是减了息 让我看看 5点 对啊 减了息 我只看了预测 对啊 印度减了息 现在全世界 减息周期 整个地球减息周期 又来过了 难道有QE 好了 看看1299 有帮保险 74.3 今天开高了 但它还未突破20天 开高 回来 其实它的样子都是一般的 都是弱的 都是弱的 2318 也都是弱的 我们看到的 那个势都是一般的 你看到A股弱得这么紧 这些1299 2318 我都不是看得这么好的 你放心 都是一般的 你不用担心 股票最多都是反弹 反弹完之后都是没力 157 又是弱弱到不得了 因为股票 其实不用看指数 今天你觉得 你可以这样看 今天你会发现指数顶住了 但是其实很多股票都是弱的 你顶指数很简单 顶一只388 顶一只1299 已经顶住了 你看到700 不动的话 指数也是顶住了 你看看857 继续跌下去 那会跌到哪里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我们看到的 有位的 是很久之前 整个857 油价跌了 经济不好 你看到857 还没停过 用周试去看 你跌到什么时候 现在今天最低 今个星期最低 跌到4.28 你现在数下去 在2016年1月18日 最低4.16 整个小时都跌下去 跌着 跌着 暂时来说都是跌 你反映了一些东西 对啊 你说得对 刚才我看错了 轻仓 700388 红仔向下看 其实700 我觉得轻仓 都可以的 因为你输很快 我理得你 我理得你 U盘上去330元 我的止蝕 基本上 昨天开到最高 你可以在上面 止蝕 再去上面 再沽 放近一点 但是 388就不好 388其实锁了入 位置 一直都说 388不好做 为什么呢 你就算一下 239 258 走下去都在中间 昨天收市248.8 今天250.6 走下去都在中间 上去又跌下来 跌下来又上去 站在中间 没有开边 完全没有开边 什么时候做完急还行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急还行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急又还行 你真是想想想 最好笑的是 战斗员在星期二开始说 市场又不是急升又不是急跌 市场是急还行 我问他什么叫急还行 什么叫急还行 但是又要还行 又要急 是还行 但是急 怎样为急还行 我就真的不太懂 拆牙 这样就急还行 除非是这样 如果明天美国的数据出得不好 未来会跌 道指反弹 很有力量 很难说 看市场如何去看 其实真的要市场去看 看他如何去看这件事 我们要看 为什么你们这么多急还行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急还行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急还行 你们是说急还行 好了 198 198冲了上去 这些又叫还行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急 我怎么形容还行而急呢 急升又有 急跌又有 急还行 真是厉害 恒指今天三点那张照片 做了 红书 谁叫你 谁叫你走 你三点钟走去做什么 昨天三 星期二三点钟 没有了A股抽上去 星期三三点钟 没有了A股抽上去 今天星期四 没有了A股 你还走去打他 你一隔起二六八个期货 你就走都走不及了 还去打他 三天了 三天都是这样 他跟着美股 都说 在A股时间 A股都免得了 他说是 A股一收市 美国都说是 现在港股就是这样 星期二就是这样 星期一二三都是这样 好了 有没有吃傻 我们喜欢说吃傻 我吃了傻 今天吃了 今天下午就吃了傻 那看一下1717 1717 澳优 没有了 那你看一下 如果有的话 就把10天线 没有就没有了 10天线 没有就没有了 11 会不会做反弹 其实呢 现在是怕一样东西 他今天也做反弹 做到196元 怕他 其实是担心什么 我不是担心 你问我如果大市是怎样 我觉得大市是下跌的 我觉得大市 那恒生指数是下跌的 甚至乎你问我 厚市 厚市的恒生指数是怎样 我相信 我买这件事 26000点 买下去 这条蓝色线 或者这条黑色线 这些地方会到的 这些地方会到的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我怕它做一个 报复式反弹 然后才到的 以这个报复式反弹 你是走不了 如果在假期出现 报复式反弹 或者任何事 因为如果在intraday时间 或者在这些时间 一出报复式反弹 我们很容易捉到它 不怕的 你一隔起我就不怕的 你一隔起我就走到的 我的短盘 你都见到 迫到很紧的 它已经迫到很紧了 十天线 已经压到下来 27080 如果它突破十天线 你断股 你都走一半 是吧 好了 然后市突然爆上去 爆穿了 今个月都告诉你 26909 隔了上来也不好 如果整个周线隔了上去 再继续上去 你用各纸看就最简单的了 105齐头 一抽穿 抽穿就是反弹 一出反弹我就走 但是最怕就是假期 假期反弹 我没有仇报 看着它反弹 它抵着报复式反弹 我没得动 你怎样 炒港股 在哪里炒 哪间银行开给你 哪间证券开给你 明天民众星期五都不开 不是 有外期 民众有外期 可以开 但是港期 港交所不开了吧 没得开给你 如果你想斩也没得斩 如果你是大户 就用美旗来对冲 你只是这样 或者你场外那些 场外你们有很多 英文字那些 免得开别人名 那些你就可以做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你自己查一下 场外有没有可以做 那个很大的G字 那间有没有可以做 我不知道 继续看 3188 早前有说过 你看到3188 2388 23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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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3.76 又是站在沿岸边 大家都站在沿岸边 A股真是弱的 前两天A股是弱的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A股是经济差 美股是减息 我们是什么呢 混吉 不知道 好了 升了两天 是不是回纲反照 可能是吧 但是你通常回纲反照 我不知道他回纲多久 今晚九注六合仔单息全餐 希望下次节目跟你说中了二掌 好 卫文 就这样决定 好了 接着 很危险 屈原也是端午截死的 屈原 交了学费了 对了 叫了你 叫了你 阿玉不肯听我话 阿玉常常都不听我话 我告诉你 A股是弱的 其实前两天大家都看到A股是弱的 但是今天的港股不跟 好了 不转的 以上股票 我会持有的 控制好转 尤其是期货 不要上升 一上升就麻烦 你预计会爆 你预计会爆 明天有浪反悲务 六合彩也有急还痕 不是啊 怎样还痕 好了 量一下六合彩 不要浪费时间 放假 明天看看龙洲 游龙洲水 好了 拜拜